第一天和我比起來 原本的豆充充超級紅 而且還有顆粒感 非常有名一樣 可是10天之後 我一直不斷使用我的 變成超級紅 然後我們起來超級紅 這樣推薦大家來使用這家的棉片 其實我一直有很困擾的問題 就是這邊你看 豆吧 超紅的 超困擾我耶 超紅的什麼很多 因為我最近在網路上看到的這款 我開了去找棉片 我真的有被燒到 所以我決定 14天實測給大家看 擦我的臉那邊 然後豆豆的地方我會特別的加強 我那種很容易缺水的皮膚 其實蠻適合的 好 現在擦完了 今天還有一些小小的棉絮 跟圍繩在上面 我來洗一下 浸敷5分鐘 來試試看它的保濕效果是怎麼樣 我們就把它擦上 很濕潤耶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週後我的皮膚 會有怎樣的變化吧 14天啊 豆豆的狀況 整個都穩定了很多 因為我平常是一個很容易愛上豆的人 那你看 這邊的豆豆的狀況 全部都穩定了 很明顯 它的保濕度很強 它的感性超夠的 不會有 太刺激的感覺 重點是效果很快就會有 第一天的我比起來 原本的豆豆都超級紅 而且還有顆粒感 比小表面一樣 可是10天之後 我一直不斷地使用我的 晶片的超級平衡 摸起來超級舒服 那我最近敷出一個心得 就是我會把它敷在我的臉上 豆豆比較多的地方 這樣子的效果會超級好的 我額頭其實也會很容易長豆豆 第一天的我比起來 原本的豆豆都超級紅 而且還有顆粒感 比小表面一樣 可是10天之後 我一直不斷地使用我的晶片的超級平衡 摸起來超級舒服 用下來的新的我覺得非常棒 因為它的保濕力非常足夠 我會讓人覺得 欸 那我好像橄桿的 市面上有很多 像這樣的綿片 就欸 好像有點刺痛 可是它不會 會非常舒服的 在你的肌膚上 追蹤擦實 所以我非常推薦 大家來使用這樣的綿片 第一天的我比起來 原本的豆豆都超級紅 而且還有顆粒感 比小表面一樣 可是10天之後 我一直不斷地使用我的 肌膚變得超級平衡 摸起來超級舒服